这个知法查这个车呢 有个过程了嘛 过程就是说 我们上面不空下来 你那个车一上去装人了 现在讲你个人的问题 个人问题这样子 今天你这个车 当务了你这么多时间 那你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还有小的 连这个小轨都在 当务这么一两个小时 一两三个小时的 这个我们就讲 我们是回来过节的 希望你向我整个家族的人道歉 这个东西当务时间 向你家道歉 因为这里面有个误会 误会就说 没有误会 你今天 你们不管是抓谁的车 你们该该死我们倒霉 碰到了你们 你们可能也是查出了车牌号 找到了我们 那你也算是一个倒霉的人 然后今天呢 然后喝了酒 这个是罪证 都不要去验了 两位警察都能够 闻到你身上的酒味 这么明显的酒味 我今天换你一马 我就当作做上司 然后呢 就希望你向我 整个皇家的家族的家人们 道一个歉 你影响了我们的心情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哈 当务里的事情 影响了心情 这个呢 我今天自发 喝点酒 向你全家来道个歉 向我家人居个工吧 这是你应该做的 我换你一马 你的乌纱帽会怎样 那是你的事 但是我今天就换你这一马 不然我 如果今天在厦门 我分分钟就把这个鉴定出来了 我这个可以还给你 可以吧 看你要不要低下你高贵的腰 可以 如果是 如果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我们的制法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东西有误会 产生的误会 这个东西你要理解 没有误会 今天没有误会 你们的执法就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今天 我要回来过节 我要开心 所以我换你一马 你要不要道这个歉 诚心低下你高贵的腰区 给我家人道歉 给我全家道歉 你耽误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反来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在吃宵夜 我们应该很开心的在喝酒 而不是陪你闹到这个江热县的公安局来 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的 我的时间应该赚钱 而不是陪你耗在这边 谁叫你倒霉呢 你为什么要喝酒 是不是 你身为一个公职人员 你上班时间喝酒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倒霉 你活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